各位氣象答案的朋友好 歡迎到我們氣象答案時間 我是主持人彭啟明 我們前幾個禮拜呢 給大家介紹了一個叫做 開放資料 open data 像我們氣象來說的話 就有很多的資料是open data 可是呢其實在這個open當中 你要處理到很大量很大量的資料 這裡面有一個名詞叫做big data 巨大的資料 也很稱之為這個巨量資料 它到底要怎麼用 我們今天呢非常榮幸請到這個 對這方面很有經驗的 就是我們台灣最大的這個 資訊服務的公司 京城資訊集團公司的 意圖的負責人 這個蔣居易 蔣先生 居易兄你好 你好 彭博士你好 居易兄 這個我問一下 你這個剛才我特別介紹一個 京城資訊大家都聽得懂 一般人來說的話可能最早是 KIMO 是最早KIMO的時代 那現在是應該跟雅虎那天沒有關係 對沒有 現在是完全單獨一個資訊服務公司 但是你裡面講這個E2 E2 ETU 這什麼意思 OK 其實ETU我們念做E2 它是從中文的意圖 我們想要知道Big Data背後的意圖 想要知道那麼多資料背後 到底我們能夠萃取出什麼樣的價值 所以才會取E2 這個從中文的因而來的這樣一個品牌名稱 那我們的中文的也有一個對應的品牌名稱 就叫知意圖 就知道Big Data的意圖 所以這個是我們這個京城集團 京城資訊公司 它最近才成立的一個新的部門嗎 我們是大概成立 這個品牌上市大概是去年三月底的事情 那所以嚴格講起來大概就是一年多的時間 那我們是以一個獨立的BU的方式在運作 獨立品牌獨立BU 那我們現在的E2團隊成員 在北京跟在台北都有 大家就很好奇 這個就是說你這個意圖就是要知道 這個Big Data 巨量資料要怎麼去用 那我先問第一個程式的問題是說 到底就你們 像你是這個資訊專業出身的 到底什麼叫Big Data 因為我覺得像我是寫程式 我寫大器裡面 我就覺得是 多好大好大的資料 然後去做分析 就是做統計各種方面去做分析 那你的這個Big Data 當然我覺得你這個意圖 應該是有一些軟體的工具 我們先從對你的定義來說的話 像我的氣象的定義就是好多的資料 對 模式的資料 觀測的資料 我要去做整合 那你的Big Data 大量的資料你指的是什麼 OK 其實以天氣資料來講的話 其實它就是一個非常好的Big Data的一個例子 那我們想想看 以前這些你要算出最終的一個預測 希望能夠得到一些結果 能夠去知道未來的天氣的狀況 那我們最常聽到就是說 氣象局裡面好像有一部很昂貴的超級電腦 那可是我們回到一般的企業運作來講的話 也許他們的資料也很多 可是呢 他們可能沒有辦法 有那樣的預算去購置超級電腦 那幸好呢 現在因為雲端這種所謂的分散式的系統架構 能夠以比較便宜的硬體能夠來建構出來 那加上是說有很多Open Source的這種開源 然後可以免費取得的軟體也盛行 那所以在這兩個結合底下呢 讓我們現在的企業可以用比較低的成本 去運算比較大量的資料 那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應該說科技發展底下 那走到今天這一邊 讓企業已經有了 能夠去運算大量資料的工具方式 跟比較低的成本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底下呢 我們會講三個V 這三個V呢 其實就是大家在理解Big Data的時候 最基本在談論的三個點 第一個V是什麼Valent 那沒有問題 就是有很多的資料 對 就是亮 第二個叫Velocity Velocity是什麼 就是即時性 這個G不是Real Time的G 而是In Time 就是來得及的G OK 所以有些運算它的結果 它可能譬如說 可能一天更新一個兩次 或者是說一個小時更新一次就可以了 你不用說做到下一秒鐘 就要知道那個結果 那第三個V呢 就是Variety 就是有各種不同的格式的資料 所以你今天的大資料裡頭 你可能會包含一些文字數字 你也有可能包含一些圖形聲音 你也有可能包含一些各種不同格式的 像Office或OpenOffice的格式的檔案 PDF的檔案等等 那這些東西呢其實在不同的應用例子裡頭 你都可以在這個三個V的軸向上面畫一個橢圓出來 那所以有一些橢圓呢 你會看得到它比較偏Valent 有些比較偏Velocity 有些比較偏Variety 那所以呢不同的這個要解決的問題呢 我們都可以用這三個V來定義說 這個裡面最重要要解決的問題是哪一個 OK 所以不要認為巨量資料就只有量大的事情而已 即時性還有資料格式的複雜性 我們都要考慮在內 那從你的經驗來說的話 就是說現在的效果 因為我們如果說定義網路 網路像以台灣來說的話 大概是一九九幾年末期 一直到現在2013年 這其實是十多年的網路的時間 你觀察裡面這個企業的資料 或是說一般的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量是用哪一種成長嗎 因為我知道CPU很快 CPU是用那個Mall的這個定律 一直不斷的在往上走 我現在用的這個 一般的這個PC在運算 是我當年時的超級電腦 當年時的超級電腦 所以這個很難想像這個變化那麼快 資料量的本身是有多少大的這個進步 所以我們才要去考慮到Big Data的使用 OK好 這又牽扯到另外一個趨勢所帶進來的 我們要去探討的面向 以往企業它會去關注的 譬如說很多的企業的CXO 他們可能都會有所謂的 你說CXO 就是譬如說CEO CEO CFO COO CMO 這種就是企業內部各種不同的展 那他們可能都會有要 在他們做決策的時候 可能都會有一些輔助的工具 這些一般來講 他們可能會叫做數位儀表板 或他們可能會成立所謂的戰情室 那上面有很多的圖表的工具 可以去讓他們知道說 現在營運的狀況或市場的狀況 或客戶的滿意度等等 那可是這些數位儀表板上面的資料來源 傳統上它只是來自於資料庫或資料倉儲 那這個根據研究 只有佔企業資料的大概15% 那另外85%更大量的資料在哪裡 其實是儲存在一些所謂的LOG日誌檔案 或各種不同的 你放在你的這些磁碟機 或者是磁帶機上頭 那這種一般我們就會叫做半結構化 或非結構化資料 這個佔到企業的85% 那這個部分呢 以往可能就是大家比較不熟悉 不曉得要怎麼去利用他們 不曉得要怎麼去挖掘他們 那現在是因為我們剛才所提到的 這些雲端的架構 分散師的運算 平行的運算 然後呢分散師的儲存 這些東西都已經到位了 加上成本的降低 然後更厲害的一個事情說 我們從網絡的各種服務的盛行 譬如說我們在Facebook上面 各種不同人際關係的關聯 我們再上到一些電子商務網站 像阿嬤那種這個 他就會不停的給你推薦 那或者說我們去Google東西 全世界有好幾十億個Google的用者 可是你從來不會覺得 你在擋一個keyword做搜尋的時候 他的結果會很慢對不對 其實這些東西 他就已經用到這些半結構化或非結構化 傳統上並不放在資料庫 或資料倉儲裡面的資料 那這個東西帶給我們的是一種美好的 這種網路服務的使用經驗的時候 大家才忽然警覺到說 原來我們可以利用以往 我們並沒有去正視的這些資料呢 能夠來讓客戶的體驗做得更好 然後能夠讓客戶的滿意度提升 進一步的可以讓客戶的忠誠度也提升 然後帶給企業更好的獲利 那所以是從這一點上面 我們所謂的有第四個V出來了 就是value 價值 就是從這一些傳統企業呢 以往忽視的這種半結構化跟非結構化資料裡面 去把一些客戶價值給挖掘出來 那這個其實才是真正我們現在談Big Data 說為什麼這麼重要的一個原因 我這邊有兩個經驗 可能這個GZ兄待會可以給我們解釋 因為我知道你這個意圖是專門做這個 幫企業去分析這個Big Data的 等於是你提供一些軟體對不對 這個待會我兩個經驗 一個是說 就很像說我們現在有時候 我們拍照拍太多 以前拍照都要一直找光碟去存 DVD 可是DVD也會壞 所以有時候很討厭 你那個幾支的資料 小時候從小到大的資料怎麼辦 以前都有照片留著 現在沒有照片存到數位 後來我也怎麼辦 就是我花一點錢放在雲端上面 例如說放在Google上面怎麼去做 放了久了之後 因為你不在身邊嘛 你就看都看不到 久了就忘記了 然後就要去想辦法找我們某年某年 除非你這個分類做得很好 那我最近其實留意到他們 裡面有一些軟體的功能 可以幫你去編識說 今天拍照的人是誰 長什麼樣子 然後例如說我點 如果我女兒的這個照片 每一張每一張我女兒有關的 全部跑出來 我就覺得這個好有用 那另外一個是 你剛有特別提到 像Amazon或是買東西 其實我發現台灣也有一些 賣東西的購物網站 他很聰明耶 就是說以前我覺得他推薦我的東西 都是我不想要的東西 現在推薦他大概記錄到我的行為了 那他這樣來說的話 當然我會討厭說 我的個子會非常有 可是問題是說他在有限的程度裡面 他去找到說他可能我會想要的東西 就丟給我 像這個是不是你們現在在協助客戶在做的一種型態 可是這個很像每一個都不一樣 你們是怎麼去幫人家去做這個分析的 OK 沒錯 彭博士剛才提到的一個事情就是說 根據使用者行為的分析 那這個其實就是big data一個很大的一個價值所在 那以往我們想要知道一個使用者的意圖的時候 他可能必須要給我一個民視的意圖 那民視的意圖是代表什麼 所以他打一段字表達他的喜歡或不喜歡 或說他想要什麼 那另外一種就是說 這叫我們叫做隱含的意圖 就是漠視意圖 不說話的意圖 那這個就是產生在使用者 他使用滑鼠在那邊點來點去 或是說現在有很多的這種smartphone或tablet 他可能只是用手指在那邊低頭滑來滑去的 其實這些都是行為呢 可能這個相對的app或服務的業者 他都會幫你記錄下來 那所以當你在這個頁面上頭 你看了這個東西 然後你又點了其中的一個link之後 他就知道說OK 其他的另外可能有一千個人跟你一樣 現在看的是同一頁 但是他們跟你點的這個link 可能也是有80%是相同的 所以他就會判斷說 你跟那800個人是有相同喜好的 於是那800個人再去看的東西 他就會推薦給你 注意這樣的行為 它是完完全全來自於使用者的漠視意圖 就是他不講話的意圖 然後但是把他把行為記錄下來之後 他所產生去做了運算做了分析之後 給你的推薦的一個結果 那這樣的事情是從傳統資料庫裡面 抓不到的資料 那所以呢沒有錯就是說 像意圖這樣的團隊呢 我們是利用了這種比較新的 這種所謂open source Hadoop的技術 然後呢給客戶一個比較端到端 我們講end to end的一個解決方案 那直接就可以協助這些電子商務公司呢 就可以把一個推薦系統呢把它做出來 而不光只是以往說買了什麼又買了什麼 這種交易的歷史資料就可以做了推薦 我們現在是看了什麼也看了什麼 那什麼東西跟什麼東西呢 會被另外一群人所喜歡 那這個東西呢才是我們現在在處理big data的時候 最主要的這種推薦應用所在 所以它是一個軟體嗎 對 它是一個 可是我就好奇是說 你講這些觀念就有點像是說 我以前在學校裡面 現在還有啦 做研究論文的時候 例如說 假設我觀測到一個 今天那個有一個沙塵爆 今天看到這個沙塵爆 這個裡面的成分是怎麼樣 特性是怎麼樣 然後我就找出它的這個上游的原因 把我觀測資料出來 然後我用模式模擬它的這個行為 那我就可以有一個推論 這個也很特殊 這個特殊之後 就是這個定律是怎麼樣 然後下次呢 我可能就再發現一個論文 這個是這樣的路徑來 沙塵爆是怎麼樣 那這樣呢收集起來 我可能五篇的論文就可以一個定論 這個沙塵爆就是這樣的影響 我感覺像 big data很像是有一點在我們去做 分析的時候 一種方法 那只不過呢 像我們做學術論文的話 分析是都要個別個別個別 每一個都要嚴格嚴格的檢視 每一個都要一個軟體 而且就一個人自己去做 可是我這樣聽起來 你剛才講的那個東西 很像是一個軟體 把那麼多東西 砰隆砰隆就丟給你 我剛才講說 我可能五篇的論文 五個研究 那你呢 只要我把所有東西都丟給你 你那個軟體就會完完整整 分析出來東西給我們嗎 是這樣嗎 部分對 應該是這樣 就是說 我剛才講的只是一個big data 這個推薦本身只是big data 其中一種應用情境 那在這個應用情境裡頭 有需要的軟體的組合 可能會跟另外一個情境 譬如說另外一個情境是做什麼 可能它是做像Google這樣的搜尋 那搜尋 你第一步一定要把各種不同的網頁 給它爬回來 然後再來做鎖影 然後所以呢 使用者他才可以對著這個鎖影呢 下關鍵字 然後進行搜尋的動作 那這樣的一個big data的應用的場景 就跟剛才講的這種使用者行為的資料 所產生的推薦呢 的應用場景就是截然不同的 可是這兩個都是屬於這種big data的應用 所以在這裡面我們可以就是去講一個階段性的結論就是 其實big data的應用面向其實是各行各業的 它有可能是像推薦是給電子商務或零售業去用的 它有可能像這種搜尋引擎的服務 它是給所有的人都可以去用的 它也有可能是另外像這種 有一些像我們電信公司 它可能為了要提供更好的客戶服務 它可能要知道說現在客戶在使用它的電信網路 在行動上網的時候 在哪一個環節 到底是雞雞起來的環節出問題 還是內部的電信網路有哪些有瓶頸 還是說其實是終端的問題 那這些東西其實都是屬於big data應用不同的面向 那所以回過頭來講 我們在處理一個big data的問題的時候 它所使用的軟體的組合可能會是不一樣的 那這個就為什麼是大家比較難理解說 到底big data能夠做什麼 就是因為它的面向太廣了 所以我們現在很難只用一個場景 你就去把所有的面向都解釋清楚 我的感覺你現在說的就很像是說 就很像我們台灣中小企業很多 其實每一個中小企業都代表一個老闆 很強拼了命 這個台灣的精神就是這樣 那個老闆日也超晚也超 就是從早到晚就來工作 就是台灣的精神很拼很拼 可是問題是說它就一個人拼對不對 然後或是一個團隊拼 可是如果它的資料很大很大的時候 它的腦力沒有那麼厲害 所以需要這種 因為資料學越來越多 這種處理的事情越來越多 所以它需要一些工具 這個就可能是big data 這個意圖可以去做的事情 所以我是不是這樣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來繼續訪問我們這個 精神資訊的這個意圖 應該說意圖的負責人蔣居毅蔣先生 是 謝謝